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现场的就是 最近生了两个小孩的 一个 等一下我会 你刚刚说两个吗 对 最两个 好 阿Q师傅 吓我一跳 我想说我怎么说 我外面还有多一个 但是好 你解释一下为什么有两个 我最近创办了一个新的品牌叫Crisin 然后在台中 然后最近我的女儿刚出生 所以我最近生了两个女儿 Crisin是大女儿 Crisin是大女儿 小女儿才出生没几天 那今天我们要做的料理是什么 我看你东西有好多 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一个 泰式比较经典的料理叫Pathai 然后它是一个酸酸 有一点点辣辣 炒金边粉的概念 算是他们的 像是炒面啦 对 就是路边摊都超好吃的那一种 我超爱Pathai 我之前很常去泰国 Pathai是我去每家店 号称半个泰国人 半个泰国人 而且我进去我就是跟他们说 Pathai 一个 然后用饼 然后说No meat 这样子 这样说不要加肉喔 看我们就知道了 好 那我们就快速的先来介绍一下食材 那我们就是有花生碎 香菜 然后金边粉 然后韭菜 杏鲍菇 红椒 萝卜 然后那个豆芽 豆芽 然后还有洋葱 蒜头 跟红葱头 那调味料的部分的话就是 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螺旺籽 那螺旺籽的话就是它 就是螺旺籽酱 它里面是有籽的 那煮水过后把它滤掉之后 就会像这个螺旺籽的汁 那它可以用来取代那个酸味 它很重要 泰式料理很重要的一个是酸味 那这个是什么 这是番茄酱 对 等一下不行 你不能够让我对那个Pathai的看法改变 Pathai为什么有番茄酱 对 你等一下吃了就知道 因为毕竟我们做的是就是纯素的料理 那有一些口味上我们还是要做调整 好 它适合台湾人的 这是适合台湾人的味道 好奇 那一开始我们最先就是先把 就是我们的筋面粉 然后放进热水里面 这个其实一般大卖场也买得到 买得到 就是去异国料理的食材专区那里都有 其实都 这个很好买 因为台湾人现在也蛮喜欢吃的 蛮喜欢的 然后就混进去 只要三分钟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是泡水吗 其实是泡水就好了 泡热水 嗯 然后给它泡三分钟 那这个这段时间我们 我们赶快来准备一下我们的食材 好 那萝卜的话我们就是把它切丝 嗯哼 取一小段就可以了 切成细丝 对 切成细丝 然后经典粉的部分的话 如果大家一般在超市买到之后呢 可以拿回家放 其实那可以放蛮久的 它就有点像是干面那样子的状态 都是可以保存蛮久的 因为它就是淀粉 对 而且它吃起来的口感就很特别 就是那种 没有像面条那么软嫩 它有个Q劲 而且比较算是比较黏 比较黏 对 比较黏 对 比较Q 我很喜欢泡泰 它还没有弄之前就像是 塑膜 对 像塑膠这样子 跟那个春卷皮很像 越南春卷皮很像 对 春卷皮很像 其实这个在家里可以变成是 像是清冰箱的那种 因为我感觉这些食材冰箱都很容易有 对 就是主要是把那个味道酸味做出来 然后很好吃 然后就可以把冰箱剩下的材料都放进来 但是我觉得泰国料理最重要的就是他们需要一种 像是这种 豆芽菜的脆的口感 这个就是我们其实是最后下去拌这样子 其实它算是生的对不对 生着吃 它就是拌进去这样子 然后加一点花生粉 真不愧是半个泰国人 真的 加一点花生粉还有辣椒 对 跟大家分享我的经验 是 那我们再加一点就是有一点口感的杏鲑菇 而且在泰国那个街边小吃 它有很多是用大铁板在做pattai的 就是它整个下去炒 就是有点像是我们那种大型的炒面的那种感觉 对 其实我真的也超喜欢去泰国的 我大概去了四次吧 那时候在新加坡做厨师的时候 也是一直在去泰国 因为觉得那里的料理真的是 很有风味对不对 很特别 真的是有泰国的感觉 而且我最喜欢吃泰国料理里面的那个 青木瓜 凉拌青木瓜 那个真的也是很赞 而且泰国人的辣是怎么样辣你知道吗 它是辣到我会流眼泪那种 所以我经常吃他们的那个凉拌青木瓜 配饭嘛 一边吃然后一边 可是就是很 因为可能因为天气吧 就特别享受那种很热 然后吃很辣的 然后会流汗的那种感觉 现在也差不多了 那我们就把这个 金面粉倒出来 好 那就把这个锅子弄热 然后就是我们绿干的这个 它也可以我们就下下来 就是要听到这个声音 对 要干煎它 所以在家里是要用大火还是中火 其实用大火比较不会黏 然后你不要去一直在翻它 就比较不会黏 我知道啦 这有点像是煎那个 煎面线那种意思 对 对 是要大概煎到这样子 稍微有一点的咖啡色 颜色这样子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然后现在两面面 大概就是这样子 有一点点焦黄就可以了 对 然后呢 接下来 然后就先把它摆到旁边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 真的很像炸面线 煎面线那种 我们下一点点的油 就一点点 对啊 这个我们先下菜包 为什么要加菜包啦 鲜肚 因为我们没有放那个嘛 你不喜欢菜包吗 我不是不喜欢 我对于帕泰是有一定的追求 程度也要 我有一定的追求 不过你要想一下就是 帕泰原本有鱼露虾 然后可能有时候 还会有一点螃蟹 但是我们都没有 所以可能我去泰国 我吃那个帕泰 no meat 可能很多味道都没有 对 所以会不会你的帕泰 其实是我的心目中 你等一下试试看 帕泰的新高度 一定满足你 一定满足我 一定满足我 说得这么满 煸香之后呢 我们就下 就是 红葱豆 蒜头 这个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饮食习惯 如果是全素的朋友的话 不要加也是可以的 然后就是我们把 蔬菜的部分再炒香一点 就是再炒久一点点 再炒久一点点 其实也是可以的 对 然后多加一点菇类吧 现在是大火 会不会太大 会 好香喔 因为那个 就是菜脯的香气 其实真的是 很难形容的香气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炒 我们的蔬菜 就是要煸到就是我们香菇 其实你不用常翻 像这种做这种要有香气的 就锅气的 其实我们都不要常翻它 我们让它单面去受热之后 然后真的那一面受热够 然后我们再翻 好 对 哇 有没有 它就有一点上色了 嗯 那这是我们刚刚弄出来的螺旺子 嗯 哇 所以它这个酸味下去之后 就会让整体料理是偏那种 比较像果醋对不对 对 它是一些水果的香气 嗯 然后这个是白印油 对 它鲜味来源 然后来一点 葡萄酱 白芹酱 好 我不理解 一边跟酱油 哇 哇 好 这个调料呢 泰国人非常吃甜 超爱吃甜 你一定要加糖 你一定要加糖 你不加糖 你不加糖 就不是泰国的 酸甜辣 一点点咸 对 然后是用 辣椒粉 辣椒粉 可以 好 然后呢 然后等煮出就是 把那个味道煮融合之后 然后我们可以下这个 面条 面条 它其实下去之后 它吸它的酱汁之后 它就会散开了 它就会散开了 嗯 哇 好特别哦 加了番茄酱的pate 到底会是什么味道 还加了菜脯 其实菜脯我能想像 嗯 菜脯是OK的 因为有些时候 他们吃会加一点点 类似菜脯那样的口感 是 番茄酱真的 我不理解 然后最后了 已经到最后了 对 其实因为我们刚才 那个已经泡过三分钟 对 而且它本来就是熟的面条 所以其实放下去 它只要散开 吸了汤汁之后 就可以起锅了 差不多了 是 照理说这火应该很大 嗯 它可以快速地把 那个水分都吸进去 嗯 在大火的时候 它糖还会焦 焦糖化 因为我们看pate 其实它有点黑黑的 黑黑的 对 糖的关系 然后让它有点焦糖化 对 你看像这样子就是 颜色就很漂亮 好香喔 超像的 这块有没有 就是有一点点深咖啡色 然后好像很快烧焦 但是要再等它一下 就是 这火就是如果大的话 它就是会很快地让 这一面煎完 我们赶快煎下一面 然后让它两面的香气都出来 就赶快盛盘 嗯 那有一些人 他们的那个花生粉 是上盘之后 你在有需要多少你自己加 对 我如果做这个 我一定要吃花生粉 一定要加花生粉 我自己是喜欢吃花生粉 所以我 如果要额外再加辣椒粉 然后也是可以自己加 对 加了番茄酱的帕泰 到底是什么味道 来一口 大口的 我现在紧张 因为它是半个泰国人 吃帕泰 番茄酱就是给它一个 很独特的酸甜味 对 然后如果像我现在是没有加柠檬的状态 是 但是其实完全就是帕泰的口感 然后我也觉得辣椒再加上辣椒粉 哦 完美 大家在家里千万不要忘记辣椒 还有这个花生粉 然后还有番茄酱 原来这个算烤鱼 对就是 因为其实 有些食材我们台湾不是那么好取得 然后像这些食材 大家看到其实都是台湾很好取得的食材 然后去做出这样的东西 对 大家在家里赶快试试做好不好 大家一定要可以试试看 用味蕾去理食 现在防疫期间 吃这个会有到泰国的感觉 有 真的有 好 好 谢谢阿Q师傅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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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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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